哎呀真的是烦死了 袁霸 你怎么 血肉 师姐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 请 出什么事了 刚才萧宗宗主萧天南 打上门来了 说半天 不就是个大长老的 灰孙子女婿吗 吓谁呢 殉师弟 你最好认真点 如果真的是萧宗大长老出手 不要说一个秦府主 所有皇室悬府加起来 恐怕也 嗯 嗯 师姐说得对 我又仔细想了想 好像是有点可怕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 哎呀 我脑子笨 一时间哪有什么主意 还请师姐指点咪金 啊 十日之内 我正好也有家人赶到这里 接我回苍峰皇城 到时 你跟我做他带来的高等费型玄奏一起走 就算萧宗发现 也追不上的 哎 太好了 完美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袁伯 师姐 我们今天才相识 你就这样冒险帮我 为什么呀 我 我帮你 是因为 因为我是你师姐啊 而且正好顺便 嗯 师姐 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就算到了下辈子 我也会记得 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师姐 那么关心我 爱护我 那 那我先走了 嗯 哼 哼 哼 也是十天啊 好巧啊 哎呀 师父 人家好心帮我 人间不差 好心 为什么呀 哦 都怪我长得太帅了 得烟者多住嘛 德行